女排联赛半决赛第四场 蔡斌丹务江苏黄金一代 功详于表现失常 小编提醒 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 多谢您点赞 欢迎您评论 19分之2018女排联赛半决赛第四场 天津女排逆转3-2胜江苏女排 以总比分3-1进入总决赛 将和北京女排争冠军 李盈盈得分王36分效率37% 不接一传 杨毅两分一传22个效率36% 郑益西18分效率45% 克兰切为其5分效率0 杜清清10分效率36% 一传接了23个效率17% 王源源11分效率17% 从整场表现和数据来看 在前说李盈盈上场要听医生建议是个烟雾弹 她这场虽然是得分王36分但表现中规中矩 本场转折点是杜清清上场很好解决了天津对小主的不利局面 首发的外援扣球效率为0 天津一直不用踏实作为骑兵 本场MVP实质名归 其实本赛季天津女排比上一个赛季已经走下坡了 表现落差最大的是孟子玄和王源源 李盈盈的表现也有所下降没有去年强势 杨毅一直很稳定的做保姆 去年天津干净利落得双杀江苏 停的是实力 今年就是有点运气了 江苏张长宁14分效率33% 一传43个效率40% 从数据看并不差但场上心态不稳 并没有起到队长的作用 王晨月6分效率11% 吴寒13分效率21% 传飞了6个效率8% 宫祥宇14分效率5% 一传11个效率55% 江苏女排从先胜两局 第三局在9-2017分情况下被逆转 第四第五局是心态崩溃了 这好像是江苏女排的传统 从首发阵容就可以看出主教练蔡斌聪明反被聪明误 上一场的阵容打得这么好 非要变阵 尼飞凡上场防守多出色 这场替补 到最后才想起他 晚了 许若亚上一场解放了张长宁和龚翔宇的一传压力 这场又让吴寒首发 天津一看吴寒上来 狂发他 张长宁只好扩大一传面积保护他 江苏集扩大了张长宁一传压力又浪费他的进攻能力 吴寒没进攻没一传没防守没拦网 还让别人养他 真是赔大本的买卖 不知道有多愚蠢才会有这样的阵容想法 许若亚非一个一传就换 吴寒非六个还能待在场上 反正半决赛四场吴寒的表现是差强人意的 世上赛的最佳一传变成这样不知道谁的错 本场共享宇的扣球数据是令人失望的 效率只有5% 在国内比赛这样的效率还是很少见的 但是他一传接的还不错 为什么就不用龚翔宇和许若亚保张长宁和周新一的进攻 为什么王晨月表现这么差还能待在场上 临场指挥水平比较差 平时不培养替补关键时候没人换 可以说耽误了江苏女排这一代的成长 张长宁和龚翔宇在国家队的一传比在江苏女排稳定得多 王晨月当打之年一年不如一年 去年表现不错的杨文锦今年基本没什么出场机会 有时候我们看球看到明明有些百思不得其解的事的时候 说明队伍上层出问题了 今年江苏女排的实力并不比任何对差 差在心态调整和教练组的训练水平及临场指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